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很簡單 當然我們可以說 有時間去大自然裏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或者樹林之間行走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客人 買了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包括了一些很簡單的 一張床墊 只有一張床墊 剛才醫生也提過 去到加拿大的時候 都可以攜帶 鋪在床面上 每一晚一定會睡覺 一定會休息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這個治療 不需要每天有繁忙之完 要花時間走去交往的地方 還有一些就是一塊 一塊墊 可以在你上班的時候 在辦公室或房間 在地上 你的腳趾也可以 或者放在你的電腦 鍵盤 因為現在大部分人的工作 都不離電腦 可以放在這裡的時候 你接觸到 就可以接受到 接地器的治療 剛才提到的 接地器產品 可以在 我們六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 六創意的地址 是在銅鑼灣 炸電街 54號 富城商業大廈 二樓 我們的聯絡電話 是28824848 開放的時間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10點至晚上7點 星期六是上午10點至下午5點 歡迎大家 到來參觀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 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 最新的自然醫學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 都可以享受到 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現在天氣開始轉涼 人們又蠢蠢欲動 可以出去做運動 大家都知道 做運動 一定是對身體健康有益 最簡單的 好像我們之前也提過 就是走路 相信在醫學上 都有很多研究做了出來 就是說 走路和不走路 對身體健康的問題 都會有很大的分別 袁先生 不如你在這方面 幫我們跟觀眾 跟聽眾分享一下 在香港 今時今日 已經成為全世界最長壽的地方 其中一個原因 可以這樣說 香港的環境 是很適宜的人 去行山走路 嗯 我有一個朋友 以前是在美國 來香港 在大學教書 他們兩夫妻 很喜歡行山 是 有一次跟我說 你知道嗎 原來行山徑 香港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 那一刻我就不知道 方便 我們住在那裡 有很多 很容易去到 沿途的景色是很好 那跟我一說 我才知道 是嗎 這麼厲害嗎 好了 那大家知道 走路很貴 那我自己的家 譬如我媽媽 她都是很久 很多年 都是有行山的習慣的 我記得有一次 我跟她 一早起床 大概都是 五、六點鐘 還黑媽媽的 還未天亮 那她們 就會坐電車 去到側如沖 我們就走上一個山 不拉山 是的 一邊走 有些人經過 但不太看得知是誰 那我媽媽就會說 Jawson Jawson 就是所謂的 很低運 我們那些叫神運 小時候 我都有跟爸爸去做神運 是的 黑媽媽的 黑媽媽 那她一早就去了 我媽媽一直維持了 這種活動 很多年 我知道 我媽媽都活到97歲 無際而終 那我現在 我阿姨也是 我妹妹 她現在還在生 她也都 九十幾歲 她也是保持神運的 那個習慣 好了 但大家都知道 走路是很好的 但我們原來 走路不走路 那個分別 現在有實在的數據 說出來 這個資料 在一個科學雜誌裡 曾經刊登過 她說走路和運動 運動的人 各種患病的機率 比如患心臟病的機率 是 運動的人 一千個有三十七個 是 有心臟病 是 而缺乏運動的人 一千個有二百二十七個 哇 很多倍 差不多成九倍十倍 好了 患血壓高的人的機率 那個 那個 運動的人 一千個有四十個 但是缺乏運動的人 一千個有七百零四個 就是差不多二十幾倍 好了 患肥半症的比率 運動的人 一千個有四個 但是缺乏運動的人 一千個有八百零八個 這個很明顯 哈哈哈 運動和不運動的分別 好了 最重要一點 就是壽命的差距 運動的人 平均比缺乏運動的人 是長瘦多少 嘩 長瘦了 整十一歲 十一年 嘩 這個都 很值得 大家要重新考慮一下 是不是應該要運動 十一年 長瘦十一年 很明顯 香港現在是全球最長瘦的地方 原因不是我們醫療發達 不是因為 醫生、醫療、醫療服務、廣泛 其實最重要的分別 就是香港人的行山習慣 香港人的飲食習慣 香港人的社交方面 老人家的社交 是遠遠好過在很多其他國家 因為很多其他國家 因為地方大 所以十分仔都很少機會 和父母住在一起 以及工作因素 其實是很孤獨的 香港人在休息之後 很多都是常常相聚的 好像我現在 我的中學的同學 都每個月 起碼都會聚在一起 聊聊天 或者約在一起去旅行 社交 和香港人的行山環境 竟然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 我們看到 缺少鍛鍊 會得到的心血管病 糖尿病 脂肪肝等疾病的機會 是會增加的 OK 還有呢 走路是擺決打針吃藥的良方 走路多身體就好 身體的疾病也減輕 吃藥也會少 OK 大家可以想一想到 因為很簡單很便宜的工具 走路是百年之早 健步在早幾千年前 在中國古老中醫的聚術裏 認為是百年之早 被譽為人類最好的醫藥 這種不是虛言 最近有很多研究已經證實了 有規律性的健步走的計劃 可以增進人體很多部位的健康 OK 好了 健步走是世界上最好的運動 第一 頭腦 OK 適當的健步走可以觸進大腦分泌 這是奈菲塔 奈菲塔 奈菲塔 這就是快樂激素的物質 能夠使得大腦的腦電波柱衣 對身體最有利的 alpha波 以身體各種的節奏方面的處於和諧的狀態 為什麼那些人喜歡走路呢? 走路的人,我都可以想到 當有些人有些心情不開心 他都會有時去逛逛 去逛逛逛逛逛 其實不是真的逛逛這麼簡單 他真的在走路的過程 身體會製造一些快樂的激素 是令到你真是舒服了,真是開心了 所以腦袋了,心臟路 走路會增加心臟負擔呢? 會不會呢?不會的 走路反而會降低血壓 減低阻塞動物的脂肪量 降低休息時的物動素 不會跳得那麼快 即使心臟質疾血管更加發達 即是沒有什麼 你需要血液供應 你的身體會製造多些疾血管 來供應心臟,對不對? 心臟了,揮捕了 增加肺的活力 增加所謂橫隔肌肉的強度 緩和和慢性肺氣腫 和肢氣管炎的症狀 也減低食煙的慾望 OK? 即是有些人陰隱重 其實有些人可以幫你減低 在空曠的地方走走走 吸多些新鮮空氣 你就可以幫助這方面了 背部 健步走時的脊椎承受壓力的壓力 和站立的時間是差不多的 而跟其他的運動相比是不會受傷 同時還能夠加強背肌 和鞏固脊椎 OK? 所以不要想著我走路 我背部很痛,不能走路 其實沒有什麼關係的 反而我們坐在這裏 我們脊椎的壓力是多於我們站在這裏 嗯 好了,接著就是膝蓋 預防退化性的關節炎 要點是保持適當的體重 以運動維持下肢良好的肌肉 健步走時,關節部分承受壓力不大 亦可以強化肌肉 對膝蓋的關節有幫助 當然,有些人關節開始退化 這樣就不敢多走路 當然,如果是因為過度走路 我也認識一個朋友 他每個行山行程好一個小時 令膝蓋的關節破壞了 當然,我覺得除了運動也要營養 當然 你營養好,你的身體不會那麼容易退化 關節不會那麼容易退化 好了,腿 人體三分之二的肌肉 集中在下半身 運動全靠大腿 小腿的肌肉操作 一旦這些肌肉萎縮 人就無法維持正確的姿勢 而且容易導致疲倦 失痛、腰痛的症狀 鍛鍊雙腿是預防體力衰退的最佳方法 好了,還有條理腸胃防便秘 要扭住走 如果每天走五百米一字步 可以大大減少患便秘的風險 特別是出眾腸胃的育動 加速營養吸收 以及廢除物的排出 可以對防止便秘有比較好的療效 一字步 當我們坐在這裏或睡在這裏的時候 內臟是極其擠涌在這裏 即是積在一起 但當身體行路、動動的時候 身體的內臟 就因而獲得活動的空間 而感覺舒服 所以有沒有經常聽到的人 吃飽了之後 他不會想去睡覺 因為他睡了之後 他會覺得是頂住的 是不舒服的 所以很多人吃飽了 即是過飽 他會先逛逛 逛逛少少 原來真的 原來你走的時候 身體內臟的空間更多 好過你坐在這裏 在做內臟做些按摩 幫助腸胃的育童 以及讓氣往下走 即是放在皮 而不是向後打抑 每天堅持十分鐘 有很好的效果 在健步走的過程裡面 加大腰和跨部的轉動 即是扭 腰和腰一邊這樣大 一邊扭著來走 那麼 有節奏地扭動 亦都可以促進排便 防止便秘 減少直腸癌的風險 嗯 即是要走的時候 就是擺動一下 扭動一下 是的 臀部的盆 一直扭動一下 還有呢 要舒緩肌肉的酸痛 可以交替酒 什麼叫交替酒 一種老少咸兒的酒 叫交替酒 交替酒即是 正酒 倒酒 快酒 慢酒 交替進行 嗯 同時要配合 鼻吸氣 和嘴呼氣 嗯 吸氣 呼呼 用嘴呼氣 是 是 正常的情況之下 前行走路 會使關節和肌肉 受到牽拉的 日積月累 會造成肌肉 勞損 和關節腦化 但是倒酒 是一種易受的傷機制 即可以減少摩擦 舒緩肌肉腫痛 促進肌體自我 康復 有什麼記憶 有時候我們在寶雲道行山 有時候見到一些人 都是走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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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 現在 在工程中 都叫 habitual人於盜後走 那來 使用肌肉 原來是不一樣的 好了 還有呢 補肾 一條理前列線 就是什麼呢? 黏起腳來走 黏起腳去走 其實是堅持黏著腳尖行路 黏著腳尖行路 能夠保慎像壯陽 當我們黏起腳尖走路的時候 是前腳掌內側捉大拇指 在起著支撐的作用 就像巴黎姆一樣 而竹內側有三條經過 它們分別是竹笑音神經 竹缺音肝經 竹泰音肥經 因此我們黏著腳 頂著腳走路 按摩竹三音 還有那個氣 即是觸使氣上行 通過竹笑音神經 溫補神陽 改善性功能 這種方法對於前列線真身 萬聖前列線然 亦大有疲憶 即是說 男性腰迷超過85厘米 就有可能面臨內臟脂肪超標的危險 我上一集都有提及 脂肪越多是嚴正的溫床 因此現在要提倡要健康 才要減腰圍 大家都知道 最危險的脂肪就是腰的脂肪 這是一種方法 走路的時候 稍微帶手加一些運動 譬如敲一下帶蜜 能夠好好的幫助腰蜜 帶蜜在哪裏呢 是我們肚臍 旁邊大概兩三寸的位置 其實是趴著腰蜜 不是肚臍中間 是兩旁這個位置 一路走的時候 一路這樣趴下它 OK 也可以幫助我們減腰圍 簡單來說 你知道我可以說的 就是趴著腰 趴著腰 趴著腰 那帶蜜的位置 不需要穩 總之在腰間的位置 就像我們的腰帶的位置 趴著腰蜜的兩旁 這個就是一路走路的時候 有機會不妨用兩隻手 敲打左右兩側的腰部 每天堅持半個小時 是保持腰圍 非速下降 簡單來說 拍酒肚腩的脂肪 一路走路 一路拍酒肚腩 因為現在很多的慢性病 都是因為那些人 在檢測的時候 所謂的中央肥胖 沒錯 那就是拍一下那個脂肪肚腩 走在前面拍一下它 好了 左右三高 都用到激掌走 激掌走 激掌的走步 就是一邊步行一邊拍的掌 激掌 有利於上肢肌肉的收縮和運動 上下肢互相配合 能夠增加糖和脂肪的消耗 大家都知道 一邊走一邊拍手 一邊拍手 那就是上面有運動 下面有運動 好了 還有一種是 鍛鍊的腰肌 就是學旁蟹 就是走 就是橫行 就是打橫行 哈哈哈 世界上動物都是直行的 但是唯有蟹 旁蟹是橫著走的 如果那些人像旁蟹那樣的側行 就讓身體的重心 隨時伴著交叉足的移腕 就是大家的腳的運動 平衡會不同 這種走法有意於 鍛鍊腰肌和臀部肌群的肌肉肌力 加強寬和果關節的靈活性 提高人體的平衡能力 其實打橫行 聽上去好像很簡單 其實是不簡單的 不是很多人做到的 因為你真的那個協調 協調很重要的 要不然你有時一下 剛才他都講的 文章裡面都提及到 你的腳都是要交叉 就是你要零用那個腰 那個寬這樣幫你去擺動 其實這個不容易走 要不然協調不好 協調不好就很容易跌倒 跌倒 好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 最簡單 約好三幾個朋友 吃飯後半個小時 就走出來去逛逛 其實簡單來說 學習的時候不同的姿勢 就是前逛、側逛、後逛 拍一下上身 動動一下 還有那個寬那邊 扭令多些 這些簡單的走 那就是說 你看到 行走 跟我們健康的關係 是很大的 運動與不運動的分別 壽命是參加十一年的 是 現在有這些數據 可以引證 大家都知道 有運動 當然 我們在說 是一些適量的運動 就是不要過量 每一樣東西 是有好處之餘 但是你過量了 都是對於身體 構成了一些壓力出來 而運動 行走路 可以這樣說 是最簡單 是 很少人走路 走到過龍 很少 這是最適當 最簡單 香港人最容易做得到的運動 嗯 好 今天開始 我們就 茶餘飯後 放街 約三五之幾 就去行山 或者去公園 地方 可以行走路 行走的時候 不用一定是單一的姿勢 都可以做到其他不同的姿勢 OK 好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多謝袁醫生 今天跟我們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跟袁醫生會診 電話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跟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尋 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 好 今天謝謝你 余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by bwd6